大家好 歡迎來到世界能見度 我是美玲 韓國芯片界權威 陳楚慶生產工程最高專家 品良率達人 擁有這些稱號的 是一位曾在韓國芯片領域叱咤風雲的成功人士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的天之嬌子 卻敗給了利益的誘惑 當他再次成為祖國的話題時 卻是出現在法庭上 而且還被自己的韓國同胞稱為賣國奴 從天堂到地獄 只有一步之遙 這位韓國人昔日的驕傲 是如何搭上中共的這艘賊船 從而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深淵的呢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位崔先生的故事 因為韓國檢方還沒有公開他的全名 這裡我們就稱他為崔某 今年在6月12日 韓國水源地方檢察廳 以涉嫌違反產業技術保護法和不正當競爭防止法 向外泄露商業機密的罪名 將現年65歲的前三星電子產物崔某 進行了逮捕起訴 他被指控涉嫌盜竊韓國國家核心技術 三星電子半導體工廠的設計資料 並在中國建立山寨版的三星電子半導體工廠 而這背後隱藏的就是中共的榮譽算盤的落空 這也是韓國從綏靖中共到清醒反抗的過程 崔某是一名韓國半導體業界的專業人才 被譽為是純索器生產工程的最高專家 早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 崔某就已經開始涉足半導體產業 在三星電子純索器半導體部門效力了18年 就職三星半導體業務常務 並獲得了三次技術大獎 此後的2001年 她選擇到韓國技芯片製造商海力士半導體工作 海力士繼為現在的SK海力士 海力士在當時因為流動性危機 由債權團管理該公司 所以技術比三星電子落後很多 這也到了崔某大戰身手的時候 她通過重新編製工程 改進裝備 十分顯著地提高了海力士的技術能力 讓海力士從困境中起死回生 研發能力提升到和三星的同等水平 甚至還創下了芯片月產量達世界最高和Dram和Nand快閃技體 實現世界最低製造成本這兩項記錄 崔某也獲得了半導體良綠達人這一稱號 崔某憑藉著自己的顯著業績成功晉身為海力士首席技術官 然而就在2010年 崔某以海力士副社長的身份挑戰海力士代表李氏 結果失敗了 他也離開了海力士 就是這樣一個非常有能力的半導體專家被中共給盯上了 崔某憑藉著自身過硬的半導體行業實力 於2015年在新加坡成立了半導體芯片公司 並於2018年和台灣電子產品生產銷售企業簽下了大約是63億美元的投資協議 看似是崔某簽下的一個大單 只不過是這筆巨款他想用到中共身上 從韓國檢方調查結果可知 從2018年8月到2019年的這段時間 崔某涉嫌到去使用三星電子半導體工廠BED Basic Engineering Data和半導體工廠設計圖 以及工序布局圖等方面的商業機密資料 並利用台灣那家企業的大筆資金 想在中國西安建造一家和韓國三星電子一模一樣的半導體芯片廠 而他的懸廠地址和三星電子設在西安的存儲芯片工廠 只相距1.5公里 根據韓國水源地方檢察官辦公室的聲明表示 這不是簡單的半導體技術洩露 而是試圖複製整個芯片工廠 自行和損害涉及到的範圍和以往的個別技術洩露的案件無法相比 如果複製韓國國內的工廠 在中國大量生產類似質量的產品 就會給韓國半導體行業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而前文提到的半導體芯片工廠B1D指的是 防止在半導體製造空間 捷徑适中存在雜誌 從而能創造出最佳製造環境的核心技術 被盜取的技術是用於手機製造等30nm以下的GEM和NAND 快閃記憶體的製造工程技術 韓國水源地方檢察官辦公室表示 這才是三星電子花費30多年的研究開發才得到的資料 價值2億到數十億美元 被他們盜取的不僅是一家企業的商業秘密 更是韓國國家級的核心技術 而崔某等人是如何拿到工藝流程圖的呢? 檢察官還在進一步調查 但之前曾簽約要投資63億美元的那家台灣企業 突然表示停止投資 崔某想在西安複製三星半導體芯片工廠的建造計畫 也落空了 對於隱藏在背後 早已對韓國芯片純銜三尺的中共來說 真是倒嘴的鴨子飛了 如果說已經簽約的台灣企業突然叫停投資 是給崔某一個思考退路的機會的話 從崔某接下來的舉動來看 他似乎並沒有從台灣企業的抽身中得到教訓 反而繼續與狼共舞 和中共走得更近了 崔某於2019年11月3日 在中國成立真心北京半導體有限責任公司 崔某擔任法定代表人 2020年真心北京半導體公司和成都市政府 共同成立了半導體合資公司 成都高真科技有限公司 崔某是該合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韓媒《中央日報》披露說 崔某獲得了成都市政府將近3.6億美元的投資 2022年在成都建成了研發2D大樓 從今年開始利用從三星電子非法到起的技術生產半導體樣品 韓國檢方調查發現 崔某還不惜用高薪招聘了200名 來自韓國三星電子和SK海力士的半導體行業的核心技術人才 佔全球前兩名的存儲晶元製造大商韓國三星和SK海力士半導體 已在中國投資幾十億美元建造晶元工廠 他們的技術比中國競爭對手的技術更先進 據韓國檢方起訴書說 崔某指示這些員工從三星和海力士的前僱主那裡 獲得並利用三星電子半導體設計資料等商業機密 據法廣引述韓聯社報導 韓國檢方早在2019年8月就從韓國國家情報院獲知了情報 担任崔某長期滯留在中國便暫停調查 但是沒想到的是 崔某在今年2月自己主動回韓國住院治療 結果被刑事罪名逮捕起訴 韓國檢方還計畫擴大對崔某和手下員工等人關於技術洩漏和其他犯罪細節的調查 隨著崔某的罪行敗露 6月12日這一天 三星分包商的一名員工和崔某在中國成立的芯片製造公司的5名員工 共有6人也都因涉嫌違反產業技術保護法和不正當競爭防止法 被韓國水源檢察院起訴 他們被控涉嫌根據崔某的指示 將三星電子半導體工廠的設計資料非法拿到手 並且私自使用 這名三星分包商檢驗公司的員工被指控 泄露了三星半導體工廠的建築計畫 據悉 崔某及手下員工盜竊三星技術的行為 導致韓國的三星公司損失了大約2.3億美元 部分涉案員工對犯罪事實公認不諱 韓國水源檢察院在聲明中說 這是一項嚴重的罪行 在芯片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 它可能會動搖韓國的芯片技術基礎 並對韓國經濟安全造成重大打擊 韓國前國家調查員李東元對《金融時報》表示 三星嚴格禁止外人進入芯片工廠 因為工廠設計 設備布局與生產力和產品質量有密切關係 儘管公司有強大的安全系統 但如果有一名有權訪問廣泛的高質量信息的高級管理人員 故意將這些的重要信息泄露給中國的競爭對手 三星公司就無法防止技術洩漏 6月8日 韓國總統尹西悅公開表示 在美中關係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 芯片行業的競爭是一場全面戰爭 因此 韓國檢方選在總統表態後的第4天 公開催謀和相關人員的罪行 應該也不受然的 韓國國家情報院統計發現 2018年到2022年的這4年期間 被揭露的韓國產業技術海外泄露損失 大概為25萬億韓元 約196億美元 最近的這4個月 韓國警察廳為揭露產業技術洩漏犯罪 左手進行危害經濟安全犯罪特別打擊行動 並於今年的6月11日公布了中期調查結果 顯示有8件是海外技術洩漏事件 和中國企業有關的竟然佔了一半左右 隨著韓國總統野希悅對中共在各方面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韓國對待中共盜竊技術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 為了打擊盜竊技術 韓國專門成立了幾個新的調查機構 還通過立法加強懲罰犯罪的力度 也使民眾更容易舉報類似的違規行為 日本電子工程師李季欣認為 中共竊取技術的第一目標一定是美國 當美國意識到先進技術被嚴重竊取並嚴格審查時 偷竊的目標就轉移到了歐洲和日本 當歐洲和日本進行防範時 偷竊技術對象就轉移到了在中國有大量投資 也沒有嚴格防範的韓國了 李季欣提醒表示 韓國必須像美國和日本一樣嚴正警告 嚴格審查 才能杜絕中國中共偷竊技術的犯罪行為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見